我发现一个希尔把大家脚懵了 我们换个思路吧 刚才带着大家走的话是从外往里面走了 那我们现在还是从你往外走吧 从你往外走的话大家更好容易的一点 还是一上来的话 我们说的希尔排序它本身就是一个插入算法吧 插入排序的算法吧 所以那一上来我们先去写 写一个插入排序的算法 插入排序的话也就是说 对于爱好这个元素需要比较的是 跟它前一个元素进行比较吧 如果后面这个元素比前面一个元素要小 我需要进行交换对吧 否则的话就直接超过这个过程 没问题吧 然后这样交换的过程的话 再想一下 我们再写插入排序的话 对于内存交换这个过程 判断交换的过程 是不是得有一个循环来控制 也就意味着说 上面从下面这个情况 三个元素 我要再去执行插入算法的时候 对于二十我要去进行比较的过程 是不是不止一次啊 也就是说要跟七十七 还要跟五十四进行比较吧 那也就是说 我们对于内存循环当中 在写希尔排序的时候 也一样 先在内存当中 把插入排序算法写好 那也就是说 需要比较后一个元素 跟前一个元素 那我们说了 对于子序列来说 希尔排序当中 它的间隔不再是一了 而是gap 这两种吧 那所以我们再去操作的时候 前一个后一个元素 跟前一个元素 那后一个元素 如果是i 它前一个元素 就应该是i减gap吧 间隔现在减gap了 对它进行做比较 然后紧接着 那我们看一下 当前操作的 当前操作的 当前操作的是i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当前操作的是20 那我第一次比较的话 应该是它前一个元素 跟77型比较 没问题吧 比较完之后 我是不是还得再让20 往前去比较啊 那你想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于我的循环来说 它的条件应该是什么 应该到什么时候就截止了 应该还是 当我的20号元素 移到最头的时候是截止啊 对吧 移到最头的时候截止吧 那也就意味着是说 我这时候 当我的i 它现在来说 是不是还得是 只要大于零 我就应该让它往前去比较啊 对吧 对于这点控制上面来说 仍然跟插入算法是一样的吧 只要这一个元素往前比较 比较一直到头 那我就认为 对于它的操作 本次插入排气是不是执行完了 所以我们对它的控制 仍然是说 让i去操作 当i到零的时候 认为截止了吧 那好 在这里面条件当中 我们是不是就得来判断一下 每次 如果说 i小于 就是后面的元素 是比前面一个元素小 我让它往前挪 挪完了之后 我i的坐标 是不是应该相应的跟着变化呀 对吧 这跟我们解的 这个插入排序是一样的吧 让它往前挪 原先的普通的插入排序 每次是不止挪挪一个位置 但是现在是希尔 每次挪的话 要挪一个不长 gap吧 对吧 所以这时候 对于我们的希尔排序当中 gap i就应该是 i减等于gap吧 对吧 这是跟插入算法当中的 这几句话是一样的吧 只不过说 我们每次把你的间隔 变为了gap 对吧 那好 紧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了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说 我们怎么去控制它呢 怎么来控它呢 刚才跟大家说了 我在控制的时候 不是说一次把第一个序列 54 77 把这个序列执行完 完整的插入排序之后 再单独去考虑 第二个子序列 再单独考虑第三个子序列了 不是这样的 而是说通过一个循环 一次性 把所有的子序列 全部处理完成 那是什么意思呢 对于我的外层来说 仍然还是按照插入排序去写 插入排序咱们怎么写的 是不是让它从1到n呢 对吧 那对于我的外层循环 仍然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比较它叫做接 让它去控制 让它控制的话 怎么来控制呢 想一下 让它怎么来控制 控制的时候就想了 对于第一次执行内部循环 也就是说执行一个元素 让它插入正确位置的时候 它的起始应该是从 盖和这个位置来起始的吧 对吧 那紧接着你再看 我操作完第一个 操作第二个这个子序列的时候 它应该是操作了31 往前去操作吧 那也就是说 我对于整个过程来说 是不是得有一条主线 这条主线的话 也就意味着我在执行内部循环的时候 这个爱的起始 永远都是从gap去起始的吧 第二个子序列的话是gap加1 第三个子序列是gap加2 第四个子序列是gap加3吧 对吧 这条线前面 也就是gap前面的元素 我们永远都碰不到 对吧 所以我对于我的外层循环来说 就让它从gap来开始 从gap开始之后的话 紧接着我就要来看了 那gap这个接 从gap开始 应该让它到谁截止呢 让它到谁截止呢 看一下 我对于第一个子序列来说 一开始接是等于gap 然后执行的是里边内层循环 插入到正确的位置吧 好 那我这时候让我的gap去加1 让我的gap加1之后的话 那现在相当于 这个 相当于我对我的内层循环来说 我把我的坐标爱挪到 它的后面一个元素上 可不可以 挪到后一个元素之后 看一下 我对我31 这时候31是位于第二个子序列的吧 第二个子序列 它所实时的操作 按照插入算法来说 我们底下内部封装的这段代码来说 是不是仍然通用的呀 是通用的吧 只不过是说 我把这个爱的起始值给它选好了 是不是就可以的 那你紧接着再看 我如果操作第三个子序列来说呢 第三个子序列是不是再加1 里面的代码还是通用的吧 那好了 那我们就认为 对于内层循环来说 你的爱的起始值指谁呢 我就每次让它去从g来去起始 那g的序列是谁呢 看一下通过上面的循环 接出来的一个序列 就应该是gap gap加1 gap加2 然后gap加3吧 然后一直到最后 那到多少呢 如果说我们让这个过程直到最后 那你想 接这个东西 也就指的是说 我爱的起始值操作的时候 是不是就能把这条竖线后面的所有元素 全都操作一遍了 对吧 都操作一遍了 你想 i是从g开始的 g的序列 第一次是gap 第二次gap加1 第三次gap加2 第四次gap加3 然后再gap加5 那你想 g的话 把这几个都取完了 那也就意味着 我爱去操作起始元素 77 31 93 55 20 操作的内部循环的这些操作元素 是不是都便利过了 那所以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是不是就可以通过一个抱循环 一次的 一个循环 能够把四个子碎略全部处理掉 可以吧 我不需要再单独的去考虑 54 77 这一个单独写插入循环怎么写 26 31 单独写插入循环怎么写的吧 而是把这个子系列当中 融到一起 通过一个抱循环来控制 那刚说了 那g应该取的是从gap gap加1 gap加2 它最终要取到的是 n-1 那你想 抱g 因润值 那gap的这个 g的周指值 应该是谁 是不是就n呢 对吧 那你这会儿再来看 我们从内往外去写 内循环控制的是子系列当中 执行特定的插入算法的比较跟交换吧 那外层循环呢 控制的是所有子系列当中的所有元素吧 这点能理解的吧 这就是跟插入算法 不是跟这 我们刚才写的插入算法的唯一一个区别 接没有变 就是在控制内层循环的时候 你在做比较的时候 不是按1为补偿 而是按i 按这个gap为补偿了吧 对比一下 两个代码之间 抱g in range 这是代表的起水值 原先的只不过是从1开始 现在从补偿开始 没问题吧 再看 一进来的话 i等于接 一进来 i等于接 没问题吧 再看里边的这个i大于0 然后if条件判断else 整体架构是一样的吧 只不过是说判断的时候 原先对于插入算法来说 是i-1 1代表的是那个间隔 现在对于shear来说呢 变为gap的吧 区别就在于这一点 代码上面写出来 跟插入排序是一样的 但是你要明白的是 这个过程 如果画图来说 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这你要理解得到 内层循环好理解 对于外层循环的话 fow接的话 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fow循环 把这样的四个子系列的 所有元素全部操作吧 就是一个这样的区别 那好 紧接着 对于这样的一个插入算法 咱们写完了 那我接下来 是不是要控制我的gap长度了 对吧 我执行完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 代表的是gap的 一开始是从次开始的 对于四不长呢 已经做完了吧 四不长做完了 紧接着要做的 我是不是应该让我的gap 再重新去除以2 对吧 再缩小一倍吧 再缩小一倍 是不是再去执行这张代码啊 对吧 好 那咱们就把这个过程 是不是就可以写成一个循环啊 好 外边再加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控制的 好 我们把这里面写一下 插入算法 与普通的 插入算法的区别 就是gap 不长 其他都是一样的 那我外层 最外层的这个循环 well这个循环来说呢 我们就要控制的是你的gap的长度了吧 gap要控的就是你的这个gap了 那gap怎么来说呢 每次执行完成之后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要把我的这个gap长度缩短呀 对吧 缩短 好 那我就放到外层循环 当我这个for整体执行的插入算法 执行完成之后 我底下这句话的意思就代表是缩短 缩短 缩短 缩短gap不长 让你想 你们的笑点太低了 我说一句话也能笑得出来 well的话 那紧接着看一下 对于这样的一个控制的话 它到底什么时候来结束 什么时候来结束 我们刚才跟大家演示的时候 是不是最后一次的话 gap变为1了 变为1就行了吧 那也就是说 这时候当我的gap 想一下 跟1之间的关系能不能等1呢 不等于你是不是丢了一次呀 能等1吗 能等于1吧 如果说不能等于1的情况下 那你想 这些序列当中 这些序列当中 如果说gap不等于1 那也就是说gap的最小值应该是2吧 如果最小值是2的情况下 那间隔就是它跟这个来比较吧 这样的一个序列吧 最终那你想 这个子序列有序的 这个子序列有序的 能保证它俩合在一起是一个序列的吗 不能吧 所以我的最小库长 是不是到最终还得把它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判断 所以gap是不是最小值应该是1 1的时候 他们我们来看的时候 在咱们的思想当中 它就是一个整体了吧 这时候是不是就相当于是一个最普通的插入排序了 对吧 那你想 我这一步骤是必须得执行吧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gap是不是可以取到1呀 让1的过程当中 这时候gap等于1了 对内部来说 它是不是就一个普通的插入排序了 必须让不长等于1的话 我内部还得执行一次吧 所以我的gap必须要取到1 那你在这块写的时候 gap大于等于1 或者是gap大于0 是不是都可以呀 对吧 那对于这个循环控制的就是gap变化到1之前 变化到0之前 插入算法执行的次数 那这时候我们再来看 关于希尔排序 咱们是不是已经把整个过程全部描出清楚了 最内层控制的是单个元素再去执行插入 算法的时候 究竟放到哪个位置上 是绝对的这个过程吧 然后紧接着我们向外扩了一层 向外扩的一层的话 就是对内层的这个元素 我们到底要做多少次 所以应该是从这条数线之后的所有元素 是不是都要执行这样的过程 所以有了第二层循环 第二层循环再完成之后 那也就意味着我当中的这两个循环 它仅仅处理的是一种gap的情况吧 那我gap是要不断缩小的 一开始是取了一个整个长度的一半 gap等于4 如果操作完成之后的话 我要把我的gap缩短 再缩短一半 一直缩到什么程度呢 整个序列来说 对咱们来讲 它的不长就是1了 当成一个整体了 这是最后一次插入算法操作的 所以对于gap仍然有一个控制 所以我们在最外层又补充了一个循环 gap大于0 到什么为止呢 gap等于1的时候 再操作一遍 结束 操作完一遍 也就代表整个序列都有序了吧 这就是关于X 关于希尔排序了 那我们再把它拿过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拿过来看一下 希尔排序 看一下 拿到的是不是还是一个有序的状态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回过头来分析 回过头来分析 分析一下它的时间复杂度 那现在看一下 有三重循环 是不是有可能会意味着三个数乘呢 是不是有可能会意味着三个数来乘呢 一定吗 不一定吧 所以现在对于这个来说 我不太好分析了 既然这样情况下不太好分析了 那我们就对这个情况取一个最特殊的 是不是gap如果直接一上来 我给他取的策略就是1 这时候可以吧 gap如果直接就是1的话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普通的插入排序啊 所以它的最坏时间复杂度 是不是就是欧文方啊 对吧 然后刚说了 对于最优时间复杂度的话 这时候就要看我们的gap怎么取吧 跟你的gap序列有关系了 我们现在gap取的策略指的是 一开始是4 紧接着再折半2 再折半1吧 对吧 但是通过数学计算的时候 你这个序列不一定是取半 就是代表的最优的 不一定取半就代表最优的 它可能是第一次你间隙去取9个 然后紧接着下次的话 可能只要取两个就可以了 紧接着再到1 它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序列 那到底这个序列怎么情况下 才能保证我的希尔排序最优呢 这就要靠数学方面的知识了 所以这不是大家研究的范围 我们现在就要知道的是 希尔排序到底是怎么一个思想了 现在这个思想都明白了吧 那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 关于它的稳定性 它到底稳定不稳定呢 因为讲 我们把这个序列 是不是给它分成几部分去对待了 对吧 假如说现在有一个54 77 然后还有个28 另外的一个序列当中 再去比较的时候 这时候又有一个77 那你现在想了 前面如果说77 我们把它换成一个大的数 92 那你想 我再去做处理的时候 77比较的是54 所以77比54大 序列没有变吧 那我往后去一个时候 第二个77 是不是比92要小呀 我是把它俩交换了 那你看这样的一过程之后 我后面的77 是不是就跑到前面去了 我在执行这样的过程当中 你能保证后面的永远在后面吗 就不一定保证得了了吧 因为我把它拆开两部分来看了 拆开两部分之后 相同的元素在两部分之间 到底位于什么样的个位置 两部分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吧 那所以 在整体上来看的话 它的顺序也能不能保证得了 所以对于希尔排序来说 它的稳定性 打错了 稳定性就是不稳定的 对于希尔排序来说 对于希尔排序来说 是什么样的 对于希尔排序来说